基隆新增确诊案例 入业之后就有庙口夜市人潮大减 摊贩只能玩手机打发时间 会差的吗 你看人就知道了啊 掉了八成差不多 八成啊 对啊 七八成而已 原本应该是用餐时间 但摊位前门可罗雀 店家生意平均掉了七成 民众就算是逛街 也都外带打包离开 而对于人潮流动高的庙口夜市 又是开放空间 胜负坦诚 要实施实联制实际上有困难 基隆市政府会尽量配合中央的政策 当然也会以民众的一个健康安全 为优先的考量 那考虑到庙口跟爱斯路夜市 它本身实际的一个经营状况 跟环境的限制 还有就是里面实际上 有许多的住家是居住在其中 这个部分我们会进一步的去研议思考 看要怎么样来落实 有关于实名制的问题 不只庙口夜市生意大减 肺炎疫情升温 基隆知名的婚宴会馆 中午用餐时间 一个客人都没有原本五六月份的订桌 被退订超过五百桌 单单这两天 大概从五月份的一个定期 一直到六月份的定期 大概退订 还有延期的大概有五百桌 从事美法业的林玉君 去年原本就应该结婚宴客 受到疫情已经延了一次 原本这周日就要宴客超过三十桌 但二度受到疫情影响 只能再度取消 向宾客电话通知 一一致歉 已经去年十月要结婚 就已经延到今年了 对啊 然后前几天就是又发现疫情严重 所以礼拜天的婚期又延后了 我们就又一个一个去通知 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就也不要强求就去办婚宴这样 随着本土案例增加 包括夜市餐厅 及各行业都受到影响 但防疫优先 民众要做好自我防护 才能阻决疫情上升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导